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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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開我的影片 這一次又來到大阪的梅田 想要來開箱一下 這附近的人氣美食 第一個馬上就來到大家熟悉的板神百貨 在車站內有兩個入口 一個是百貨公司入口 另外一個是美食街的入口 進店後會看到丼飯 以及各種麵類的美食 比較可惜的是 雖然店內有提供用餐區 但是都是站著享用的 第一個要吃的是 來到板神百貨 絕對不能錯過的板神名物 魷魚燒 即使是平日 也都還要排隊等個十分鐘左右 生意很好 目錄很簡單 總共只有四種 有原味的 加蛋的 加蛋和風醬 還有蔥花口味 雖然隊伍排得很長 但是等待時間不會很久 這一家店的魷魚燒 聽說是使用嚴選的麵粉 再加入店家的蜜船高湯 去調配出來的麵糊 麵皮稍微有點厚度 口感吃起來濕潤 還有微微Q彈的感覺 很香很好吃 中間的魷魚 雖然都切的小小塊的 但是我覺得量給的很大方 有嚼勁的口感 配上中間塗抹的特調醬汁 吃起來鹹鹹甜甜的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雖然整個製作過程 純樸簡單 但是Q軟的麵皮 配上鮮香的魷魚 再加上鹹甜比例剛好的醬汁 讓這個魷魚燒 一次可以吃到三種味道 口感很豐富 而且每一種口味的價錢 都很划算 如果有來逛美田的板神百貨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 這個超人氣的魷魚燒 吃完後想要走出車站 但是因為路不熟 在車站內瞎繞了好幾圈 吃完後想要走出車站 在車站內瞎繞了好幾圈 即使好不容易走出來了 我也不知道當下的位置 到底在哪裡 接著下一間店 是日本現在很流行的唱片書 除了梅田以外 在京都 東京 以及福岡都有店 但是這裡目前只有日文的目錄 可以到說明欄打開官網 用Google網站翻譯成中文 就可以知道 每一種口味都是加了哪些食材 店內的裝潢高雅乾淨 而且全程都是可以看到製作過程的 不管是唱片書的煎烤步驟 或是放在圓盆上擠上卡士達醬的裝飾畫面 每一個過程都很用心製作 很高級又很精緻 也因為都是透明的玻璃 讓排隊的等待時間不會覺得無聊 就連包裝的時候 都是先裝入一層透明袋 再放入紙盒裡 整個很有儀式感 目前大阪這裡只有每天有賣 所以幾乎都要排隊才買得到 只吃第一口而已 就覺得很驚豔耶 先推一個 喜歡吃甜點的朋友 一定要買來吃吃看 外層的千層酥 吃起來非常的酥脆扎實 口感也不會太乾硬 越咬越香 另外因為表面有一層焦糖 還有些許的杏仁片 吃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微微的甜味 內層的卡士達醬 味道濃郁 加上微酸微甜的草莓薄片 緩和了卡士達醬的甜膩感 吃起來很清爽 只是我覺得這個大小 還蠻大一個的 一次要全部吃完 可能會有點吃力 另外在吃的時候 也很容易掉細碎的屑屑 不想把衣服弄髒的朋友 在吃的時候 可能要小心一點 最後如果吃不完的話 還可以用剛剛附的外盒蓋起來 整個超可愛 後來其他天 一樣來到了梅田 也是要去一間 傳說中的必仿甜點店 因為這一個是之前拍的影片 所以路上的行人都還穿著短袖 千萬不要參考 最近來日本的話 一定要穿過外套 從車站慢慢散步 慢慢走來梅田椅子這邊 就在旁邊 有一家看起來 淳朴又復古的糕點店 這裡沒有招牌沒有看白 只有店門口擺著 這個法式千層派的介紹 店內的氛圍也給人一種很懷舊溫馨的感覺 這裡販賣著 多種不同的精緻糕點還有餅乾 最推薦的就是 在店內現烤的千層派 點完單後 拿著號碼牌等待領取 剛好今天排隊的人不多 很快就拿到了 我點的是烤布雷口味的 大小比一個手掌還要大 厚度也很厚 看過去整個都是滿滿的罪惡感 部分微焦的焦糖 吃起來脆口香濃的口感 比剛剛的唱片書更喜歡 中間包著綿密濃厚的卡士達內餡 真的有一種在吃焦糖布丁的感覺 這個派皮吃起來 比較偏向那種酥軟的口感 而剛剛的唱片書 是屬於比較脆口的口感 比較起來稍微硬一些 兩種吃起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但是不管哪一種 我覺得都很值得吃吃看 很好吃 除了這一次點的烤布雷口味以外 依照店家或是季節的不同 也都會有其他不一樣的限定口味 外觀造型都很可愛 只是這個大小也是很大一個 吃到最後可能會因為卡士達醬太多 而感到有些小膩 如果是喜歡派皮類甜點的朋友 這個外素內軟的千層派 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大家好 大家好 嗨 今天我們來了梅田 梅田 接著最後一間 是朋友接受的火鍋壽喜燒店 這間店 在梅田的初天神商店街裡 移動餐飲大樓的二樓 從本級梅田站走過來的話 大約只要五分鐘 除了火鍋或是壽喜燒吃到飽以外 這家店還有提供壽司 以及天婦羅的吃到保木路 店門口也設計得很可愛 店內的氛圍有一點寒風的感覺 和以往日本的居酒屋不太一樣 我們這一次的座位在最後面 可以拉上門簾變成半個式的空間 很厲害 本日的午餐廳 本日的午餐廳 是宿餐廳的飽放題 和 這三宿餐廳的飽放題 有間違法嗎 是 對 服務人員會先確認 預約內容 以及一些簡單的說明 然後一來到居酒屋 總之先點飲料 價錢從最便宜的3980日幣 到黑毛和牛壽洗燒4980 因為一輝喜歡吃壽司 所以這一次也另外加購 壽司吃到飽 一開始的肉是由服務人員來服務 日本關係的壽洗燒 在倒入醬汁之前 再先將牛肉煎出香味後 再加入壽洗燒的調味 關東地區的做法 好像又不一樣了 乾杯 如果覺得醬汁太鹹的話 隨時都可以自己加水稀釋 聖誕的部分也可以無限點 這家店在網路上也標榜著 和牛火鍋或是壽洗燒 都是提供A5的和牛 雖然牛肉很軟嫩 但是吃起來 沒有A5和牛這麼高級的感覺 店內點餐的部分 也都是用手機掃碼點餐 開啟後可以用Google的網頁翻譯 翻成中文 而且也有照片可以參考 很方便 只是這個肉點一次 就真的只來一兩片 超少 吃到保木鹿的青菜種類 也有蠻多內容可以選擇的 肉類的話 我們點的價格有 黑毛和牛的里雞肉 黑毛和牛腿肉 豬五花肉 還有豬的里雞肉 還有雞腿肉跟雞肉丸子 如果不吃牛的朋友 也有豬肉或羊肉的吃到飽套餐 這一個和牛 除了壽洗燒以外 另外也可以選擇火鍋 價錢還便宜300日幣 一揮太喜歡吃壽司了 即使不是壽司的專門店 只要有看到 一定都要點來吃 這間店有海鮮 以及牛肉的壽司 和手捲 感受很豐富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的壽司 普普通通 而且飯有點硬 如果不是真的非常喜歡壽司的話 我覺得 在點之前可以考慮一下 牛肉二枝粒 但是 鶏腿 一人 看到旁邊 有其他客人點三色火鍋 瞬間很後悔 這一次點了壽洗燒 感覺火鍋更好吃 剛剛點的天婦羅也來了 他們家最特別的就是 不管是哪一種價格的吃到飽 都還有提供各種天婦羅 可以無限吃 而且都是現點現炸的 所以送來的時候超燙 說實話 他們家的天婦羅 好像也沒有太驚豔的感覺 吃起來是好吃的 但是口感我覺得還好 如果有來吃的話 還是可以嘗試看看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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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家店 是大阪朋友特別推薦的 所以最後還是決定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味道是好吃的 但是整體都比較一般般的感覺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自行斟酌 好 非常好 都很棒 吃了一輪海鮮壽司後 一回點了炙燒的河牛壽司 店員送來後 直接在客人面前炙燒 吃起來 半熟的肉片 看起來超好吃 很好吃 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 有錢 大小 貓 小富 小富 攀浸 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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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 小餐 小餐 五個人 有的 是 發現最近在大阪開了不少這一種 又是火锅又是寿司的吃到饱店 但是一间没有尝试过的店 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味道 每一道料理都是每一位店员用心制作完成的 所以不管怎样都会抱持着感谢 去品尝每一道料理 我的女朋友很可爱 非常可爱 台湾人的物谄 台湾人的物谄 对对对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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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台湾人的物谄 对对对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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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完全的物谄 对对对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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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完全的物谄 对对对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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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今天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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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